什么?房贷提早还完居然是错误观念? 关于银行贷款,大家普遍认知是 越早还越好,还的利息越少 其实这是错误观念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还款给银行 银行收的利息都是一样的利率 而利息会跟着本金变化而变化 还没有偿还完毕的本金部分 都必须按月支付利息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银行的利息是怎么计算的 房贷还款方式一般分为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 首先,等额本金 它是将贷款本金按还款的总月数均分 再加上上期剩余本金的利息 这样就形成月还款额 所以等额本金第一个月还款额最多 然后逐月减少 因为每个月的利息随着本金减少而越来越少 假如你一共借款A元,年利率为B 第一个月还款的利息为A乘B除以12 这就是你所还的利息 你每个月还的钱减去这部分利息 就是还的本金C 那么为什么每个月还的利息越来越低 就是因为你上个月还了一部分的本金C 你欠银行的钱就为A-C了 这样你算下个月的利息时 本金就变A-C 本金减少了,利息肯定就减少了 所以你每个月的利息都是银行按照你当月所欠的本金的利息所收取的 没有多收也没有少收 只不过刚开始本金多,利息就多了 大家就以为银行故意高收利息 其次,等额本息 本金所占比例逐月递增 利息所占比例逐月递减 月还款数不变 即在月供本金与利息的分配比例中 前半段时期所还的利息比例大 本金比例小,还款期限过后 逐渐转为本金比例大,利息比例小 但不论采用上述哪一种还款方式 我们还款都是分为两个部分 即本金和利息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 一开始还的利息比较多 后期还的利息比较少 所以提前还完不划算 其实不然 你每个月交的利息 是根据你的本金来计算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提早还清房贷 以减少利息支出呢? 答案是不建议 银行贷款的利率通常是最低的 而且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 往往可以获得比房贷利率更高的回报率 此外,长期来看 通货膨胀可能会使资金的实际价值下降 这意味着即使你有足够的资金 提早还清房贷 也许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 是更明智的选择 那你认为房贷要不要提早还清呢? 如果你喜欢风传媒继续制作这类的专题影片的话 也请留言告诉我们